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吐司面包的做法 香甜松软又好吃 做法简单 学会自己在家就能做 准备的食材有 黄油30克 白糖50克 牛奶120克 鸡蛋一个 2克的盐 3克的高活性酵母 还有250克的高筋面粉 加入牛奶 鸡蛋 白糖酵母粉 盐 选择西式和面启动 鸡蛋搅匀后 再加入高筋面粉进去 面粉搅匀后 再加入黄油进去 下来呢 就搅置和面机了 彻底解放双手 做过面包的呢 都知道做面包 最麻烦的就是和面 揉面 有了它 就可以轻松解决 揉出手套膜 给大家看一下 揉出膜后呢 是这个样子 将面团整理一下 分成三等份 整理好 整理好的小面团 压扁 压成长方形状 再用 再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宽窄相同的 长方形面片 然后从一头卷到另一头 卷好后 再用手压扁一些 重复刚才的动作 重复刚才的动作 继续用擀面杖擀开 擀好后 继续卷起来 然后放进刷过油的 吐司模具里面 让盖放在温暖的地方 让它发酵 现在发酵好了 往上面均匀的刷一层蛋黄叶 再放少许的黄油 烤箱预热5分钟后 再把模具放进烤箱里面 温度设置165度 烤半个小时 在烤的过程中呢 就可以闻到非常浓郁的 面包香味 咱们这个吐司面包 就做好了 脱模倒扣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味道香浓 香甜松软又好吃 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 可以在家试一试 来看看 我来看看 好了 我来看看 有关心的 这期间 糊涮 我来看看